文化台湾是最近政府重大建设目标 希望提高台湾的竞争力 软实力跟影响力 所以文化部文资局跟鼎星合得文教基金会 2019年1月5号下午 特别在台中市复兴路上文资园区的横道堂 以社会企业力推动台湾文化资产再生为主题 举办一场文化保存系列论坛 文资局长施国龙上台时语重心长地说 文化资产的保存跟再生 不能光靠工部门的力量 希望有更多社会企业投入 想要是说现在的文化资产保存工作 都是工部门在做 我们很需要很需要社会企业力 加入我们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 现在目前我们既有文资身份的结构 两千多处也就不可动的文化资产里面 百分之六十是政府部门的 百分之四十是私有民间的 在今天的论坛活动当中 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到台湾视觉设计大师 亚洲大学林盘宠教授 成功大学建筑系刘顺人教授 来到论坛现场 分享推动地方文化资产的经验 彰化永静陈美文化员执行长陈茂嘉也说 顶星合德文教基金会 长久以来都在配合政府投入文化保存工作 也建构彰化现在地的陈美公堂 保存台湾二十大民间古厕 并且以公益慈善的工作理念 希望落实一层乡 一特色的文化传承 那他们就在思考说一个老宅修复 可以带动跟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从修复完2012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呢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尝试 有教育面的尝试 社会性的尝试 还有文化面的尝试 透过办不同的活动展览等等 然后呢把人潮带进涌进 然后呢希望能够促进当地的一个消费 跟经济的活络 为了让文化资产融入生活美学 在文化保存系列论坛一开始 文资局还邀请毛笔制作 跟书法大师陈景聪 来到现场辉豪 写下成人之美的四个题字 文资局长施国龙说 文资局已经积极在推动 高雄金门等19个县市 29项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 鼓励私有文化资产保存 社会企业捐助 共同守护美丽宝岛的丰富人文景致 记者陈文旭 萧有金台中报道